今天早上的时候 我的电工开始要装灯泡了 他把灯泡一拿来以后 我一看是5000K的 我说不对 我说这个肯定不能用 为什么呢 5000K菲利普的话是叫daylight 是很亮 但是的话对于房子来讲 因为它的话是有点偏冷 所以我就跟他讲5000K不行 在新房子选择室内灯泡的时候 除了我们之前讲的功率以外 还有一点特别重要的是什么呢 那就是它的色分 通常情况下在国内的话 可能用的最多的 比如说是你的灯泡是暖光的 或者说是冷光的 像一些家庭习惯性 我们都说是暖光的比较好一点 因为暖光的话 给那种比较温馨的感觉 网上都会告诉你 室内灯泡要选3000K的 是最合适的 3000K 2700K 这种在过去是用的最多的 但是现在一些新房 尤其是在加拿大 如果你注意一下的话 如果说是电工 你没有跟它特别的要求的话 默认的就是3000K 但是3000K出来的效果不是很好 右边的话这些都是3000K的 这3000K比较发红 而且的话就有一点老的这个感觉 随着技术的发展 其实3000K并不是最合适的 目前来讲市面上很多新房 尤其是这些高档房子 它在选择色温的时候 既要保证室内有一点的暖度 同时的话又不想的话是要整房的 看得特别老气 特别发黄 因此选择最多的呢 其实是4000K 我跟大家呢来做一个演示 让大家了解一下 目前大家看到这个道是3000K 这个的话是5000K 有一点点那个冷 3000K 4000K 左边那个灯 那个是我调成了是4000K 就是可以调的这个色温 所以呢 左边的话是4000K的 右边的话这些都是3000K的 3000K 4000K 所以啊对于一些公共具 4000K是最好的选择在室内 而对于一些卧室的话 3000K的话可能呢 会让人感觉更暖一点 包括一些卫生间里也是 所以呢 具体的这个灯光 你选择怎么样 它跟你的那个磁砖地板 有一定的那个关系 因此在选择之后 一定要拿你好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视频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咱们下期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